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题里没告诉大家的事 我是记者林真如 再过两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大家应该都已经准备好 要南来北往回家团圆了 不过返乡出游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小心 流感跟新冠疫情就在我们身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小儿科医师 也是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然 林医师来教我们大家如何防疫 林医师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林医师最近医院诊所真的都是塞爆了 很多感冒啊发烧啊跑去挂病号 然后排队啊排到大家都key put put 林医师您在诊所第一线 现在大家到底都是生哪些病啊 其实现在主要的疾病还是呼吸道感染 这个呼吸道感染里面呢 有比较严重的像流感 新冠或者是像腺病毒 RSV病毒 这些是归属在比较严重的 那有一些呢就是一般的感冒 就像腹流感病毒啦一般的鼻病毒的感冒病毒啦 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把它认为说是就是一般感冒而已 虽然日感冒但是比较没有像流感 新冠那么严重 可能你吃吃药啦 过几天啊一个礼拜就会好转 那真的呼吸道感染真的很多 所以你现在去医疗院守呢 有时候看病呢要等很久 这也是事 因为冬天了嘛 冬天天气冷病毒就很活跃 那再加上呢 很多人都在室内活动 那聚餐啦或者是那个参加宴会啦 那你关起门窗 那那么多人在里面 甚至大家都不戴口罩了 那互相穿的激励就高了很多 那上个礼拜啊 其实那个卫福部就有公布啊 我们国内这个门急诊的泪流感 就诊人次就达到十二万七千人次 已经创下十年来同期的新高了 林医师什么是泪流感 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像感冒啊 就是呼吸道的这些感染 他跟流感有什么不一样啊 好了我们讲泪流感跟流感到底有什么不同 泪流感就是说 我没有给你做快筛检验 但是我判断你的症状就像流感 这种我们叫泪流感 那什么样的症状会被医师判断为泪流感 一般就是这样发烧发冷 咳嗽流鼻涕全身痠痛很疲倦 这一类的病人呢 我们一般会认为说 他可能是流感 我就把它等到为泪流感 这种时候有时候我就直接看病毒 要给你吃也有可能 特别是如果你有群居感染的这些现象 比如说不只是你有这种现象 你家里其他人 或者是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好几个都有类似的症状 那么我认为这个就是流感 我就把你等断为泪流感 开抗病毒要给你 这叫做泪流感 那什么叫流感 流感就是说 我直接给你做快筛检验 你是A流或者是B流 我已经确定你就是流感 这种我们直接就诊断这个流感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有共通的流感 也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 但是总而言之 都是比较厉害的症状 都是比较厉害的 没有像一般感冒 不会像一般感冒那样子 但是如果你刚刚讲说发烧的话 通常超过几度 我们就怀疑他可能是泪流感 或流感 发烧到几度才能诊断泪流感 这很难确定 一般来讲 真的是流感常会高烧不退 甚至38.5 39 甚至少到40度都有 但是我们不会纯粹以烧 来判断是不是流感 后累流感 我们会综合判断 一般真的流感都比较严重 我看到很多流感的病人 他常就很累 一直想睡觉 没有办法做事情 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上学 这种常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就把它称作 就是泪流感 或者是流感 那一般的感冒就比较轻微 你虽然咳嗽流鼻水 活龙痛 但是我还可以做事 我可以上课 我没有问题 上学也没有问题 这种是一般的感冒 那什么状况下 要去吃抗生素 现在听说基层诊所 就是抗生素 好像就有点不够了 是吗 主称的抗生素 抗生素一般是在杀细菌的 我们称它叫抗生素 但是有时候广义的 像科流感那种杀病毒 抗生素是抑制病毒 复制 有时候我们大家也会把它 当作广义的抗生素 但是我们一般讲的抗生素 是杀细菌的抗生素 就是像培里希腿 投药包子素 核美素 四环美素 这些都是所谓的抗生素 它是来杀细菌的 那一般我们感冒 为什么需要抗生素 通常是不用的 因为它是病毒感染为主 但是你知道我们感冒 常会并发细菌感染 比如说假设好了 这个人感冒了 这时候就是因为 病毒感染本来感染你之后 你的粘膜被破坏了 那本来在我们口腔 咽喉那边有一些细菌 就因为病毒感染 已经破坏了粘膜 它就趁虚而入 再造成你肺炎 再造成你鼻豆炎 再造成你中恶炎 再造成你气管炎 这个我们就是 要吃抗生素 那现在诊所这边缺 抗生素的状况已经出现了 抗生素确实有一点缺的 那因为工运不足 主要就是说 因为厂商生产的能力有限 那再加上 医疗院所这一端 用量很大 所以就变成有一点 相对性的缺乏 常常我们要叫药 有时候叫不太到 或者是他给你很少量很少量 可能一下就用完 我又在叫了 那在叫不一定马上有 他会给你排单 排到可能几个礼拜之后才给你 最有可能 那这样子有其他的替代的方式吗 一般医生呢 如果他医学就是比较丰富呢 他通常知道说 有哪些药可以取代 或者是我用别种抗生素 来取代你要目前用的抗生素 那这时候也是一样 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紧张 相对性的缺乏 不是绝对性的缺乏 不是说完全都没有啦 但是就是量很少 另外一般的药厂会优先供应给医院 所以在医疗诊所 或者是社区药局这一端 常常比较叫不到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基层医药局有缺 社区药局有缺 医院不一定有缺 因为医院商是跟药厂签合约 签这个合约就是说 你一定要供应给我多少 你不供应给我多少 你违约你就要罚款 所以他们厂商物有生产的药 常常会优先供应给医院 不会优先供应给基层医疗院所 或是社区药局 所以这个 其实也不是鼓励民众说 都去医院带医院看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 就是说你的症状 然后就是严重的程度 对吧 对了其实基层医疗院所 一般来讲 不会缺的很严重 我们很多同事 我们在群组里面 如果真的有缺到 他们都会反应 目前看起来 反应说真的缺到说 没有办法给病人使用了 一般不会很多 过去我们一般叫药 我们都叫一次食品 或者一次几十品 那这样一方面比较便宜 一方面价格会比较低一点 那现在不可能叫这么多瓶 我们可能一次叫一瓶两瓶 这样就了不起了 他已经没有多余的 要可以供应给你 所以我们还是有了 还是可以供应 只是没有办法有库存 林医师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流感疫苗 就是到上个礼拜为止 看起来 其实我们国内 65岁以上的长者 他接种率已经有超过一半 那这样够了吗 那除了就是老人家 如果就是家里有老人家 要赶快去打之外 小朋友是不是应该 也要赶快去打流感疫苗 流感的高风险群 是老的跟小的 那老的跟小的 也是流感疫苗 优先接种的对象 但是我发现 有很多人 就是觉得说 他不一定需要打疫苗 他常常会觉得说 我不一定会得了 我得了也不见得会那么严重 可是这样就是有点冒险 事实上看到我们报纸 新闻有在讲这个事情 有些人就得了流感 就死掉了 引起脑源死掉 引起心肌炎死掉 引起肺炎死掉了 真的有 我觉得大家不用冒险 流感疫苗是一个 算是蛮温和的疫苗 打来也不会说很严重的 什么副作用 呈现 现在流感那么流行 不只是A型流感 B型流感也在流行 你还在冒险说 我不想打 我们现在 今年不是像以前那几年 以前那几年 大家防疫的很好 因为新冠疫情 使大家防疫的很严格 闭绝风区 几乎看不到流感 可是今年 因为已经开放了 大家也不戴口罩了 群聚 分店都照常举行的 聚差也照常在举行的 所以大家互相传染的 比例增加起来 感染增加很多 所以我们每天都几乎 在看流感的病人 所以老人 不只是A型 还有B型 所以老人跟小孩子 但是一定要优先去打流感疫苗 我觉得不要冒风险 流感疫苗 如果是公费的 你就可以公费 如果是支费的 也蛮便宜的 有些这一千块左右 就可以打到 进口的流感疫苗了 有些更好的 也有到快两千 有像韩佐记的流感疫苗 大概顶多快两千 有些像细胞型的疫苗 也差不多在一千 一千五左右 那这个东西 算是相对 其他疫苗来讲 算是蛮便宜的 林医师您刚 我觉得应该 要鼓励大家去打 所以刚刚 其实您刚 就是有提到说 有些人会去选进口的 然后有些人 是就是打公费了就好 那连公费 其实都有五个厂牌 然后台湾人 还有人讲说什么 遇到高端的 那个流感疫苗 他不打的 医师这个流感疫苗的厂牌 我们就讲公费就好了 有差吗 要怎么选 其实老实说 以医学的立场来讲 高端疫苗的流感疫苗 绝对不会输给其他的疫苗 我觉得这个 当时候高端流感疫苗的争议 其实有一点政治性的争议 不是医学上的争议 那其实每一个流感疫苗 都有他读到的地方 但是一般来讲 每一种疫苗的 含有流感的病毒的成分 都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你流感疫苗 里面要含哪些成分 是WHO 规定的 这个规定 可能在年初就规定了 那就开始制造 制造到 几乎快年底的时候 才制造出来 才开始大量施展 那所以 每一个流感疫苗 不管高端 国光 赛诺辉 那个GSK 或者是那个 东洋流感疫苗 里面含的成分 都是两个A 两个B 几乎都完全一样 所以不用选了 有什么就打什么就对了 不用担心 我觉得不用担心 那个事情 你打最重要 有没有打最重要 当然你要选说 我效果比较好一点 护士用比较少 你可以选择像细胞型的 那个流感疫苗 或者是我要选择 含左剂的流感疫苗 这种效果比较好 那就是要自费了 对 但是你如果不在乎的话 你其实打一般的流感疫苗 效果都不错了 林医师除了这个流感之外 最近新冠的疫情 也在增温 也是好像说 创了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死亡跟重症的人数 也是在创新高 而且现在好像是流行 一种新的叫 JN.1的变异株 林医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这个JN.1 JN.1 听说它的传染力特别强 然后死亡率又比较高吗 其实新冠肺炎的演化 其实是医学上可以预测的 大家从三年多以前的 武汉肺炎病毒株以来 事实上大家有一种感觉 传染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病毒的毒性越来越弱 其实这个演化 常常也是许多 维生物所演化的途径 为什么维生物要有这样的演化 因为假设这个病毒太毒 那么他感染了人之后 这个人就一下死掉了 死掉之后 这个病毒就没有办法再传染给别人 他就没有办法反染他的后代 他可能会绝肌 所以病毒一定会演化成 我感染了人之后 你人最好不要死 你不要死掉 你会继续活着 然后传染给其他的人 这个病毒就继续活下来 就继续存在 所以维生物都有这样的演化的趋势 现在的所谓ZN1 其实还是Omicron系列里面中的一个 只是说它的基因系列 有一点在突变了 变得比较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ZN1的编号 这个编号其实还会再变了 你看再过一阵子 有可能又有新的一些流行的病毒 又要出现了 那为什么会病毒那么容易突变 因为新冠肺炎病毒是一个不稳定的病毒 它是一个RNA的病毒 病毒它因为在复制的过程中 很不稳定 所以才会复制错误 复制错误可能会筛选到一些 可以活存下来 又具有感染力 又比较不能有毒性的病毒做出来 那这样它就会继续以新的品种 继续存在这个时间上了 那现在得到这个ZN1的话 ZN1的话 它的症状是有哪些 其实它的症状跟感冒也没有差太多了 也是一样发烧 发冷 倦怠 喉咙痛 咳嗽 流鼻涕 头痛 这些症状 这些症状还跟过去 我们不管是其他的病毒株 都类似的症状 就是以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为主 从过去 五万肺炎病毒株 比较容易侵犯下呼吸道 所以肺炎的几率很高 很容易致死 那现在的像这个 Omicron ZN1的这种病毒株 它比较偏上呼吸道 也就是说 它比较不侵犯到你的肺部去的 比较容易侵犯 就是你的鼻腔 咽喉 气管这样而已 所以你比较会 打噴嚏流鼻水 咳嗽 鼻腮 这个症状会比较明显 不过它还是属于 Omicron系列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Omicron是属于比较温和的 传染力很厉害 但是毒性比较弱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所谓的病毒 细菌 这种微生物的演化趋势 都是朝向 传染速度越来越快 那是毒性越来越弱 这样两方面都有利于生存 病毒也生存 人类也不会一下死掉 请问医师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要去打新冠疫苗吗 因为现在好像 政府一直在叫说 那个施打率 接种率很低 然后呼吁大家 赶快去打新冠疫苗 这样子各个年龄层 都还要再去打新冠疫苗吗 第一个 为什么你要再打新冠疫苗 第一个 你过去所打的 并不是像现在在流行的病毒株 也就是说你过去所打的免疫抗你的 不对症了 所以你必须要打新的 这是一个 再加上你过去所打的 已经一段时间了 新冠肺炎疫苗 其实没有像我们打麻粉 打水痘 那种疫苗那么好 效果那么好 他打了疫苗之后 过了几个月 可能就没力 就一来一滴一来一滴 几乎快不见了 所以为什么你要再打新的 新冠疫苗 两个考量 一个是病毒普遍的 你要打符合现在流行病毒株的品种的疫苗 第二个 你过去所打的 已经渐渐在减弱减弱减弱到一个程度 你必须要再打一次疫苗 才能把抗体提高起来 可是现在有两种厂牌 然后就是有那个莫德纳 还有那个Novavex 然后是不是都还是会很 就是之前像之前打莫德纳 都会有那个副作用 现在还会吗 那大家应该去怎么选这两个厂牌 好 其实副作用 都比以前减低了 莫德纳以前 他打的剂量比较高 用100μg 那现在新的呢 事实上桌外桌子 有50μg而已 量减少 第二个呢 新的这些疫苗呢 因为它的那个制作过程 已经比较改良了 所以多少副作用也会减弱 就是针对莫德纳而已 那另外一个Novavex Novavex是一个蛋白质次单位的疫苗 它跟莫德纳的那个不太一样 莫德纳是MRN的疫苗 我刚刚提到 刚开始以前打100μg 现在打50μg 所以毒性减低不少了 另外Novavex是次蛋白 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它是一种类似像流感这种 蛋白质次单位疫苗一样 它本来副作用就比较少 那所以有些人呢 他以前打过莫德纳副作用很强了 他就讲说 我这次要来打Novavex就好 或者是我觉得 我对那个新的科技 有一点恐惧感的这种人 他会有点选择 Novavex这种蛋白质次单位 这种传统性的疫苗 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考量 那现在打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春节 那个返乡出游潮嘛 那多久会发生效果 那现在打还来得及吗 我觉得还是来得及的 春节前后常就是流行的高风期 那所以你要打这个疫苗 通常打完疫苗至少要两个礼拜 抗体才会提高起来 我们现在离春节还有了 大概三个礼拜左右 所以最好赶快赶快赶快来打了 你不要把你的病回去传染给你的家人 虽然我们在讲说 新冠肺炎已经比较温和了 但是我不能讲说 这种温和疫苗 温和的疾病 对一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 它是很强的 比如说你是老年人 你免疫力很低的 你本身有很多慢性病 你再要免疫抑制剂 你很劳累 很疲倦 常常开业车 很警察忙碌 那么你的免疫力比较低 这个新冠病毒对你来讲 它不弱 这种弱不弱是相对性的 还是看个人的身体状况 对 或许你的身体很好 那么它是弱 那如果你的身体不好 它是强 所以你不能讲说 因为新冠肺炎已经演化到 像ZN1、Omicron这种东西 也比较弱了 所以我没有在意 不在意 不在意 病毒就会把你杀掉了 你看为什么 有些人得了新冠死掉 这样你免疫力差 老年人 本身有一些心肺疾病 糖尿病 风险很高 你当然得了这个 很弱的 你还是有可能会得到 很厉害的疾病 小朋友也是一样吗 小朋友一样 小朋友也是免疫力比较差的 所以医师这边就是建议 老人小朋友 或其他就是你认为 自己免疫力比较差的人 就赶快趁这个春节返乡之前 还有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时间 赶快去打新冠疫苗 还有流感疫苗 这两种都可以一起打吗 医师 对 可以一起打 一边打一针 其实我们不能讲说 只有老的小的去打 应该是全面施打 因为你虽然年轻 你得了或许没问题 可是你回去要见见你爸爸妈妈 你会见你的亲戚 那里面有不少人也是会得到 就是因为他免疫力比较差 会比较严重的也有可能 所以你不能讲说 我身体很好 我就不打就算了 我们有时候打疫苗 是不只保护自己 还保护别人 你打疫苗之后 病毒不容易在你身上存活 那他就不会容易散播给其他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打疫苗 不是为了自己打疫苗 还有防治之道 所以不管是各种年龄层的 如果你接下来有返乡或是出游 或是跟亲友团聚的计划的话 要赶快去打两种疫苗 都要打 谢谢林医师 今天谢谢你 林医师拜拜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